接下來如果我要把剛剛這個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改成等腰三角形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直覺想到,應該有點像是 這邊有點像兩個等腰 兩個直角三角,一個是左 一個是向左,一個向右 所以其實我原來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直接把它的數量直接乘以2就好了 也就是說I的值乘上2的話 那把它先print了 你會發現print了之後得到的結語會變怎麼樣呢 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連有點像很…怎麼講 它就已經是兩個直角三角形 一個是左邊,一個是右邊 OK,底下的話變成說 本來底下的數量應該是25個才對 可是它底下因為有兩個等腰三角形 一個左一個右嘛 所以等於會多一個 然後上面這個的星號數量呢 也應該是多一個啦 所以呢 最後我想到的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要畫出來 公式就很簡單 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它相乘的結果怎麼樣 再減掉一顆星不就好了 然後呢 為了要先把這個先運算完畢之後呢 那我們記得還是先把它刮火起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星號的總數 就是兩倍之後再把一顆星減掉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應該蠻簡單的 乘以後減一就最快了 因為我原來想的不是這樣 原來想說是不是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這個 因為它的總total是25 底下25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1.26有沒有 然後產生它的那個星號的數量 然後呢 中間的話還要一個step 因為呢 我就很認真的去看一下它這個星號 我後來發現了這樣的很難寫有沒有 一、三、五、七、九 那這樣子是 後面的這個這個地方要改蠻多的 於是我後來想不用那麼麻煩嘛 乾脆呢這個地方不改 改跟原來一樣就好了 原來就是1.14 那只要把後面的i乘上2 兩倍之後減1 得到結果就OK了 不過啦 因為寫完這個之後 所以喔 這個是一個證照考試題目 如果將來呢 要你用Python 繪製出一個等腰三角形 其實還蠻簡單的 OK 頂多是說啦 那個考試題目多一個變化 就是說 它希望輸出底邊多少 它就輸出這個等腰三角形多少 比如說輸出25 底下 就會是到25的一個等腰三角形 如果輸入數字越小 反正就是一樣嘛 等腰三角形可以輸出就可以 那這個地方一樣嘛 你就多一個input的一個敘述啦 也就可以啦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是等腰三 那底下還有一個 欸 比較難的喔 假如說呢 我希望把一個等腰三角形喔 再延伸出去喔 變成第兩個等腰三角形的話 OK 這也是同學問的 他說喔 是不是很簡單 好 簡單沒關係 如果呢 我要把這個延伸出去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啦 你可以想到的 就要多這個地方的敘述 那其實應該是多這邊的這個什麼 空白的地方 那空白的部分應該是兩倍啦 OK 所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喔 趕快再想想看好了 這個已經超過那個難度很高 所以這個我今天就不講這個 你們有興趣自己回去解吧 因為要把這個解出來喔 真的有點難 但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但是如果你哪一天可以解出來的話 那表示哇 你這個應該是 迴圈的部分應該是蠻通的 否則的話要把這個寫出來 應該是蠻有點難度 其實下面已經有答案啦 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不要看答案 好 所以等腰三角形的部分就先到這邊 那今天最後的話 因為我們for迴圈已經講了啦 所以接下來來看一下fire迴圈 那fire迴圈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它跟for迴圈最大的差別 就是呢 它後面是一個邏輯判斷 有點像if if後面是一個邏輯判斷 到底是一樣的 那只是差別是說 那個fire迴圈它可以反覆做 那if的話只跑一次 fire迴圈的話是跑多次 跑幾次呢 跑到你這個fire迴圈後面的那個 那個邏輯判斷 為force的時候 它就離開迴圈了 所以啦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假設後面的那個 它永遠都是true的話 那意思就是它永遠都不會離開迴圈 所以如果假設你看到那個 像我自己還蠻常寫fire迴圈 或fire迴圈 fire迴圈 fire迴圈 就是true 那意思是說 反正你就給我跑 一直跑就對了 你說老師那你這樣寫 不是寫一個無雄為 對 但是這樣很好去 就有點像你今天開車一樣 油門踩下去就好了嘛 那可是問題 那踩下去 可是前面如果有紅燈怎麼辦 那你先踩煞車不就好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fire迴帽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邏輯判斷 會是在迴圈裡面 一定要看到一個break 所以呢 也就是說你停下來的地方 就是在break的地方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 假如希望呢 可以把那個fire迴圈改成fire迴圈 然後呢 做一個這個 1加到99的修改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今天 甚至我有問那個true迴 他其實也可以把它改出來 理論上差不多啦 那如何修改 這個我們剛剛的 1加到99這個for迴圈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for迴圈的話呢 基本上喔 它的好處就是說呢 它的範圍 它的初始值 還有它的步進值 都放在range裡面了 等於一次滿足啦 但是fire迴圈喔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地方改成fire迴圈的話 哇 那麻煩了 變成說 fire迴圈這三個都要另外寫 也就是說呢 fire迴圈的預設都沒有 那可是怎麼辦喔 首先第一個喔 我如果要把for迴圈呢 改成fire迴圈的話 第一個啦 當然我先把這一行不要刪掉 我先註解 所以Ctrl-1 然後我在下方呢 寫一個fire 那fire的話呢 我這個後面一定是一個邏輯判斷 不會像for迴圈什麼range 沒有啦 OK喔 那條件是什麼呢 當I這個值喔 它如果怎麼樣呢 如果大於99的話 那我 欸 跟著應該是 跟著一下 應該為tru嘛 所以讓I一直跑 所以 I如果等於1 它一定要是什麼 小於99 OK 也就是這個條件為tru的時候 它才做下一個的事情 欸 那你說老師它目前沒有I 欸對 其實fire迴圈最麻煩的地方 不像for迴圈它這邊有個初始值 那你說這個初始怎麼辦呢 如果fire迴圈 就要自己增加啦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 fire迴圈第一個 它變成一定要新增一個叫初始值 放哪裡呢 通常會放在fire迴圈的上方 這個的話有點像for迴圈的這個1 但是fire迴圈必須自己寫 OK 所以喔 我們假設 以fire迴圈改寫成那個什麼 這個 1加299的話 那所以呢 我假設說我今天I等於1對不對 然後fire迴圈這個條件有沒有tru呢 它當它為1的時候 有沒有小於99 有嘛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累加 那當然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這樣的程式執行的話 它會陷入一個永遠都是1嘛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還有第二個東西 你要自己加 什麼 就是你必須把I怎麼樣 加1 這個動作 你說老師 那剛剛為什麼range它會 對 因為range本身會有一個累加的機制 但是這個機制喔 在fire迴圈裡面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變成你要自己加 那怎麼加 這個地方I等於I加1 這個要自己寫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好 那程式寫完了 所以喔 如果比較for迴圈 到底有哪些地方 比較麻煩的 第一個喔 它的判斷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有點像是這個東西吧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呢 有點像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把原來for迴圈的部分 拆成三個地方放 所以這三個一定要有 當然你說老師 那這樣看起來 快迴圈圈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對沒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以後如果是 它有固定範圍的這種 它有固定範圍的這種 這種運算的話 那通常當然用這個for迴圈 會比快迴圈來得恰當 那通常當然用這個for迴圈 可是啦相反的 如果那個地方的邏輯 它只是一個條件就好了 當然用file就好了 就不是一個範圍 OK 好 那我們做完這個修改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會不會是一樣 發現有一模一樣 加總 不對 為什麼 多一 小於 那應該這個應該改成100才對啦 對不對 因為當它加了一之後 OK 對應該100 所以100會是比較OK的 當I 剛剛好match 所以如果直接轉移的話 這個100剛好就放到這裡 這個放這裡 這個累加的話在這裡 所以它等於拆成三個部分 如果是當它I等於99之後 OK 所以它如果當它加了一之後 回來之後就100 100有沒有小於100 沒有沒有就離開了 離開的話就把結果分了出來 OK 所以是4950 所以跟這一樣 這邊改成100 或者是小於等於99 也可以 這個地方把它改一下 所以如果同樣的道理 你會發現 假如我今天 剛剛的99成馬表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99成馬表 可不可以改成 用FY回軒來寫 當然可以啊 只是可能會讓程式變得 比較 不容易理解吧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樣 Ctrl-1 然後如果我今天 我要把這個改的話 改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FY 然後I 小於10就可以 有點像是固定的規則吧 然後上面的話 加一個I等於1 初始始 然後記得 在這個 這個階層的最下面 一般習慣是最後一行 這個階層 所以看得到吧 這條線 最下面這裡 加一個I等於I加1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要把剛剛的那個 99成馬表 改成畫圍圈的話 記得有三個地方 這個改到這裡 這個改到這裡 後面其實本來有1 可是可以忽略 這邊可以把它改到這裡 記得是在這個階層 這一條線有沒有 在最下面 加一個I等於I加1 這樣把它執行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 結果應該是沒有差別 OK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呢 如果你要把FOR迴圈 改成畫圍圈 基本上有三個地方要注意 也就是把條件 就是原來的range 改成上面是初始始 後面是條件 然後記得要累加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等於 當然這個地方 比較下來 會比較適合 用那個FOR迴圈來寫 那之後的話 你說哪些地方 可以用畫圍圈 後面我們會有一些案例 來跟各位說明 比如說像有一題 底下有一題是那個 猜數字遊戲吧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 寫一個猜數字遊戲 然後數字的範圍是1到20 也就是說在電腦裡面 會製造幫我產生一個數字 就1到20 然後我猜 那猜到為止 猜越少 當然越厲害 那程式該如何寫 以這一題來看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畫圍圈寫一定是比較OK的 如果你用FOR迴圈來寫 那就會有問題 因為我怎麼知道 你猜幾次才會對 所以這個程式是說 當你猜到對 就停下來 有沒有 請猜一個數字 我猜10 太高 他會提醒 太高或太低 然後太高了 那低一點 所以呢 有點像刪去法 10以上的就沒有了 所以剩下1到9 1到9的話可能就5 5Enter 太低了 所以又刪去1到5 所以剩6到9 6、7、8、9 所以等於四個數字要猜 猜8好了 那答案就知道了 應該沒錯 不會 他跟你講 恭喜答對了 OK 因為我猜幾次 猜4次才猜對 OK 所以4次好像太多了 如果想要限制他 他只能猜3次 第四次等於就不及格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改一下程式 如果只能猜3次的話 那你是可以寫4圍圈的 有沒有 4i等於1到3 好 3次了 沒有了 你已經不能再猜了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不確定數量的話 那你其實用file圍圈是比較OK的 所以這個是用file圍圈的一個範例 這個因為這個難度又比較高 下一次再講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講的兩個 剛剛講過的程式 也試著把它改成用file圍圈 第一個的話 是1加到99這個範例 當然基偶數同樣吧 這個我又不講了 另外的話 99成馬表 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用file圈圈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一個file一個file 可以吧 只是說看起來很怪 所以什麼時候該用file 我覺得 這可能你自己要拿捏的好 但是我發現很多工程師 有的喜歡用那個壞迴圈 他不管全部都壞 全部都壞 從來你看不到for迴圈 有很多 真的 也有人喜歡for迴圈 全部都用for迴圈 for迴圈到底 那你說錯嗎 反正程式寫出來沒問題就好了 OK 所以你們可以選擇自己比較習慣的迴圈方式 不過當然你要知道說 哪一種情況比較適合用哪一種迴圈 你可以把比較正確的寫法寫出來 我想這個程式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把那個回圈的部分試著改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 也許我們就是再來看幾個案例 就是跟壞迴圈 就有點像寫個遊戲吧 其實寫個遊戲程式也沒幾行 最後頂多是就這麼多而已 OK 所以你會發現寫來寫去 你會發現我那個精簡版 開頭都會有個畫有意帽號 就是讓它先跑個無窮迴圈 但是有個條件 一定要有break 怎麼說break 就是讓它猜中的時候 有沒有 恭喜你猜中了 那底下一定要有break 如果你沒有一個break 它就會無窮迴圈 所以如果你有畫有意帽號的話 可以配合break的敘述 該怎麼寫比較簡單 後面會再分享一下我的寫作的方式 請各位先試試看 哦 那一樣哦 我